当你向YouTube的平台上传视频的时候 有四个原数据你可以设置 哪四个呢 封面图 标题 说明和标签 其实我以前曾经做过一期节目 讲这四个原数据里头 哪些东西是最重要的 结论是封面图和标题是最重要的 总的来讲 这四个信息都是为了一个目的 让YouTube的算法能够了解你这个视频 使得他在恰当的时候 能向观众推荐你这个视频 结论上来讲 是视频的封面图和标题是最最重要的 其他两项次资 那么从用户这个角度来讲 是封面图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 你想想看 所有的人在浏览或者搜索的时候 首先看见的是封面图 他只有在这个图感兴趣的时候 他才会去看这个标题 没有哪个人会奇怪到 跳过图直接去读标题 然后反过来再看图 然后再决定是否观看这样一个视频 所以封面图对于一个观众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从算法这个角度来讲 你考虑一下子 由于现在算法对读图的能力 还是极端的有限的 那么他就主要要依赖于标题来解析 你这个视频究竟是关于什么内容的 所以一个标题就显得极端的重要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结合观众和这个算法 我们可以讲标题加上这个封面图 是非常重要的 其他两项次之 那么这样一个结论没有问题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理解 但是我们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究竟这两项重要 重要到什么程度 那两项不重要 不重要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关于标签这样一个用法 以前在这个平台上 很多人都滥用标签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那个标签放一大堆不相关的 这个关键字在里头 有的人甚至恶劣到在里头放链接 使得一个火爆视频的链接 放在我这个视频的标签里头 希望能够产生这种关联 其实YouTube在历史上 多次打击这个滥用标签的 这样一种做法 但是效果总是不是非常明显 后来大家都知道 YouTube把这个标签的权重 越来越调低 但是调低到什么程度 还是不清楚 那么今天YouTube算法组的一个工程师 出来接受采访 就给大家彻底的解开了这个谜团 他的解释是 在这四项数据里头 封面图标签占百分之九十九 注意了 九十九 说明占百分之零点五 这个标签占百分之零点五 说明和这个标签 从现在开始 如果你没时间 你就可以忽略它 你把你所有的精力和时间 就放在这个封面图和这个标题上面 那么其实我前面讲了 大家早就知道 这两项东西这么重要 但是没有想到 这个标签不重要到这种程度 问他例子 他讲标签什么时候有用 他举了一个例子 他讲 如果你一个关键字 在这个标题里头 拼写错误了 注意它是英文 所以他有拼写错误这样一说 我们中文只有别字这么一说 比如说是一个度假 那么在标题里头 你这个单词拼错了 但是在标签里头 你拼的是对的 那么他从标题里头 他就不知道 你这个视频是关于度假的 但是他看一下 你的这个标签里头 发现有个关键字是度假 这个时候他就知道 你这个视频是关于度假的 所以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 就好像用来改错一样 对于我们中文的视频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如果我们做的是中文的视频的话 从现在开始 你基本上可以忽略使用标签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明 说明这部分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对这个视频的简介 这个工程师特别强调了一点 你不要放一大堆站外链接 在那个地方 又是你的Facebook 又是你的这个Twitter 又是你的微信 所有这些东西 实际上我们早就知道 这不是一个好的做法 为什么通通会把流量 从这个平台带走 所有把流量 从YouTube带到外面去的 它都会给你一些惩罚 所以在这个说明部分 可以做的 首先你可以除了标题之外的 更详细的关于这个视频的简介 你可以写在这个里头 另外一个呢 你可以把比如说你本频道的 看的最多的视频放到这里头 你像我的视频里头的 所有的这个说明里头 都有一个链接 就是如果你想了解老胡 你看老胡的第000集 我就放了这么一个链接在里头 你注意了 这个链接是一个站内链接 是链到另外一个视频 它没有离开YouTube 所以不会得到任何的惩罚 还有一个做法是 你可以做其他的站内链接 比如说我今天这期视频 讲的这个信息 是另外一个YouTube频道的 一个视频 那么我就可以 在我这个视频的说明里头 放上这个链接在里头 这样子这个流量啊 还在本平台里头内部 它不仅没有惩罚 甚至呢 还有一点点奖励 据我所了解的信息 就是你不管用什么办法 能够保持用户在这个平台里头 时间越长 它都奖励你 你留住它的办法 以前 我们介绍过一个办法 就是通过播放列表 让它看完一个视频 紧接着看下一个 紧接着看下一个 把这个站内链接 放到说明里头 也是另外一个办法 你要走 但是呢 请你别离开YouTube这个平台 你去看看另外一个人的视频 它相当于会付你一点介绍费一样 所以你这种事情干得多了 你这个平台 它就给你不断的加分 加分加分 就这种概念 只有一种特殊情况 是你可以用这种站外链接 是什么呢 你要让这个用户 到你的网站上面去买东西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使用它是合理的 其他情况下 你尽量的要少把这个站外链接 放在你的说明里头 今天这个工程师讲的这个信息 对很多频道主来讲 都是感到非常吃惊 为什么大家没有想到 这样一个标签系统 所占的权重是如此之低 基本上是完全放弃了 这样一个原数据 我个人感到吃惊的是 他把说明这部分的权重 也降得这么低 他讲只有0.5% 那封面图加上标题是99% 说明0.5% 那个标签0.5% 所以从概念上来讲 如果你以后没时间 你就把时间放在封面图 和这个标题上面 反过来讲 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重视 做一个好的封面图 和取一个好的标题 是多么的重要 有很多人 如果发布一个视频 发现它的观看量不行的话 那么你就要在这个封面图 和标题上面下功夫 注意 当一个视频已经上传 发布之后 封面图和标题 都是可以修改的 所以 如果你一个视频发布出去 按照你平均这个频道的视频的观看量 这个视频 观看量显著下降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立即在第二天就调整这个封面图 或者是修改这个标题 顺带我在这个地方 也给大家讲一下 取这个好的标题的一些注意事项 打个比方讲 我现在所有的视频 我开始都是胡说多少多少期 然后用这个中括号 把它拨起来 以示醒目 以前注意到了 我还有一个这个栏目的标题在后面 比如说胡思乱想 比如说案例分析 然后才是冒号 然后其他东西 这不是一个好的做法 我告诉你 为什么不是一个好的做法 这个算法都有一个特点 它会把越放在前面的字 放的权重会越大 你知道吗 这个标题 它的重要的部分 是关键字 以及关键字的位置 你不要把你学校里头 学的那套语法 这个句子是不是通顺 语法有没有错误 不要在标题上面 花过多的心思在这个地方 这个标题 在语句通顺的情况下 就是关键字的重叠和堆去 比如说我现在讲胡说2087 按照道理说 我应该把它放到最后去 因为我不要主推我这个胡说 这个牌子 我应该主推这期节目 是关于什么东西的 我刚才讲的是2018年的 YouTube的赚钱最新方法 这个标题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写起 然后其他东西往后挪 其他的关键字要呼应 最最关键的关键字 那么他的算法就能明白无误的 知道你这个视频重点在什么地方 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YouTube的标题啊 可以长到100个字符 实际上是不会完全显示出来的 尤其是在手机上 当你这个标题整个是100个字符的时候 可能只会显示前面的36 有很多人就根据这个错误的认为 我这个标题就应该取得短短的 使得在PC上面 电脑上面看起来是个完整的标题 然后到这个手机上看起来也是个完整的 这种理解是错误的 为什么 因为我前面跟你讲了 这个标题主要是给算法 给机器看 给人看是第二位的 人最重要的是那张图 这个标题我刚才讲了 长了以后它无法完全显示 这再一次印证了 你写标题的时候 把最最关键的字要往左边放 要不然它在手机上面显示不出来 你想想看 这个用户看到这个封面图 觉得这视频不错 然后再扫一眼这个标题 如果你标题显示出来的那三分之一 都不是关键字的话 它就对它这张图的初始判断 就会动摇 它就说不定就不会点击你这个视频 如果你把最最关键的东西放在最左边 那么它立刻就能印证 它看到的这张图的理解 所以它就会容易点击进去 所以这是一个大家犯了常见的错 我特别拿出来给大家讲一下 所以当你给你的视频取一个标题的时候 这个标题要足够的长 尽可能的使用这个允许的长度 另外关键字要往左边移 再者这个标题当中使用的关键字的词组 要相互的呼应 要给这个算法一个明确无误的强烈的信号 我这个视频就是关于某一个特定的这样一个内容 你的想象这个用户到这个平台来 在这个搜索框里头输入某一个关键字 然后点击搜索 这个时候算法就要在这个视频库里头 去找到这些视频 然后推荐给这个用户 根据一套算法把它由高到低这个顺序排列下来 你想象在这一大堆返回的搜索结果里头 一张图片怎么样能够吸引用户的注意力 你考虑一下 我现在所有这些视频的这些封面 我在左上角有一个7号 然后这个字呢是斜的 中文字用的大大的 从字体 从字的排序 大小 颜色 还有鲜艳醒目的底图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吸引这个用户的元素 特别我在这边讲一点 为什么我的封面上面都会有大大的中文字 并且在我的标题里头 很多时候都使用了双语的这样一个标题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在国外很多会中文的人 他的计算机上面的搜索的第一语言 并不是中文 所以他用英文去搜索一个关键字的时候 这个YouTube他是知道这个用户 他是双语的用户 所以他会同时把英文的和中文的内容 都推荐给这个用户 你想象一下 在他搜索的结果里头 由于他是使用英文的搜索 那么返回的结果里头 是英文的结果占大多数 然后会有那么偶然几个中文的节目 放在中间 你想想看 是不是特别的醒目 这个时候 如果你只有底图 上面没有中文字的话 他很可能就跳过了你这个视频 比如说 在搜索返回的20个节目里头 有两个是中文的这个视频 而我的是其中一个 上面有大大的中文字 他是根本就没有办法 逃避这种刺激和吸引力 他一定会想想看 这个中国人做的视频怎么样 我看一看 所以这其实就是在英文平台上面的 一个做封面的特别的技巧 那么这一招 如果你放在国内的平台上面 效果就不会那么明显 因为绝大部分的视频都是中文的 你在封面上出现中文字 一点都不稀奇 所以从今天开始 如果你在YouTube这个平台上 做的是中文节目的话 你一定要在你的封面上面 放上大大的 让别人无法忽视的中文字 好了 总结一下 今天这期节目 我主要是向大家报告一下 YouTube这个算法组的工程师 出来接受采访的时候 披露了关于一个视频的 四个元素具之间的权重分配 从这四个元素的重要性的排序上面来讲 没有什么意外 但是它的权重分配 确实是让很多人都感到意外 所以我今天要做这期节目 特别的向你报告 并且也在节目当中 给大家汇报了 我对这些元素的 个人的一些理解和经验 希望对你有一点帮助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